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的讯号在画面里对着同一颗流星许愿 相公 瞧我这记性 我的门禁令牌好像忘拿了 是吗 去吧 五 四 三 忘了忘了 门禁令牌好像就在这儿呢 娘子 你故意的吧 你说呢 得想个法子 把他们俩拆散才行 肝娘 给您问安了 好好好 这次又是什么情节啊 这可是个大麻烦 六六六 来来来来 抱一下抱一下 淘气 这位谁啊 看不出来吗 这位美若天仙的美人又是谁啊 吉姬啊 吉姬啊 我让老郭给你安排在西乡 怎么样 行啊 甘娘 您说住哪儿就住哪儿 毕竟 我这微服出巡 都没提前跟您讲不是 都是一家人客气啥 对了 吉姬 我还没给你介绍呢 这位呀 是我们家儿媳妇 叫文文文 那是她的表妹文亮亮 文亮亮你好 我叫黄文吉 乃当朝之世子 六六 我看你俩是行婚吧 两个人之间也没什么火花呀 吉姬 你说什么呢 你看他们俩 小婶签得那么紧实 每天初双入队的 多有爱呀 我看他俩不像相爱的 像一起避难的 你懂什么 好了好了 你们俩一见面就打 就不能好好地相处一下吗 怎么说你俩也是光着屁股 一块长大的嘛 好了好了 我先去忙了 你们慢慢聊啊 不会说话 就不要说话 好吗 我开玩笑的 怎么还急眼啊 嗯 你怎么会有点儿子 好 än 怎样 不过 我宽宽 你怎么会烦 你这些事 就能解释 没想到 这些事 我 你跟我睡过四分之一床的被子 世子 小妮子还是黄花大闺女 您这份话有点冒犯 如果爱一个人多一分都是罪过 那我绝对得判凌迟 他们俩什么情况啊 华文极 我和娘子还有事要办 表妹就劳烦你帮我们照顾 表妹莫慌 我答应了他们要好好照顾 要是你有什么闪失的话 我可是会心疼的 终于甩掉那个狗皮膏药了 我就不信你们一晚上都不上盲房 但凡你们一个论带 独坐寒平吹凤烛 园中缓步折花枝 有情无力 你认识 在你的身边 素月分辉 明和共影 好一番良辰美景 五四三二一 六六六 六六 姑娘家家的 玩飞镖多危险啊 这要是划伤了自己 岂不是让我心疼啊 我心疼啊 好 对 不 你认识 有情无疼 你认识 我认识 你认识 我认识 你认识 你认识 我认识 你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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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步河边就免了 倒是可以 你共赴皇权 没想到俏力动人的你 喜欢的是这种 至死不渝的纠结浪漫 你怎么可能跟得上我的动作 我知道的 你一定是在试探 我是否有能力保护你吧 你放心 在这世界上 还没有任何人能伤我分毫 他还在呢 这杀手也太敬业了吧 怎么还跳上舞了呢 看来今夜我们脱险了 怎么就脱险了 不过还差一步 他们都走了 那要不 我们也休息吧 确实 时候也不早了 我睡下面 我睡下面 今天该我睡下面 你说他 他会不会 晚上偷袭我们 睡觉 我睡醒了 我睡觉了 我睡觉了 那 我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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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我们要不要把表妹是杀手的事情 告诉黄文杰啊 我怕她遭遇不测 不行 要是这么说 你的身份也会暴露的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能让你不时好歹擅长我的房间啊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跟表妹 同住了 什么 你竟然跟杀手同传共斩 到底什么状况 这 这 你别急 咱们坐下 慢慢说 好 好 我就知道 昨天晚上 她跟我在你们屋外的庭院比武 比拼了三百回合 她就是在试探我是否有能力保护她 她是真的要杀你啊 她是不是朝你喊五四三二一了 是啊 我还给她回了六六六 真是 我们都开始有小暗号了 那 那 那你怎么会还没死啊 死啊 我死不了 你误会了 你误会了 我家娘子啊 这几天因为隔壁的夜莺吵得一直睡不着觉 所以脾气稍稍大了点 谅解一下 这家伙竟然能钳持表妹 是 这世子啊 自幼蠢笨且嘴贱 被皇室仇视 母亲为保她不被乱刀砍死 寻得一门绝世武功 这绝世武功 就如同无奸不摧的盾一般 具有绝对防御 但只有绝对防御 就是不能杀人 只能保护自己呗 能保护自己就够了呀 在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靠近我 就算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也一直有绝对防御 不过只有她 她竟然戳到了我的眼睛 记得我每日询问我师父 我的意中人什么时候出现 日后 若是能遇到 或你绝对防御之人 便是你的命中注定之人 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表妹就躺在我的怀里 我那叫一个吃惊啊 然后她什么都没说 之前两根手指就插到了 我的眼睛里 表妹破了黄文吉的绝对防御 这下可不好办了 你这绝对防御 怕是也不绝对吧 她一定就是师父所说的 万中无一的命中注定之人 表妹一定是认定了黄文吉 是她杀死我们的绊脚尸 所以 我说她就肯定了 是她 因为我 Blog 我说她说 她不过 好 她只不过 她明镜排 她只能想到她 她都想到无一遍 她很大 怎样 她都想到她 那四个人 那遍就想到她 想到她 她在其他人 依然拥有绝对防御 来 这个 黄文琪自幼有个习惯 那就是 必须抱着抱枕睡觉 昨天晚上应该就是这样的 世子 你真的确定 表妹是你全心全意喜欢的人吗 当然 我认定 她就是我的命中注定之人 可是 她出身贫寒 也不懂那些大小礼仪之事 若你二人在一起的话 她可能会让你在旁人面前蒙羞的 没关系 谁让她是我的命中注定之人呢 可是 她要是生性顽劣 性格粗鄙 哪怕你向她袒露心意 她也只会选择逃避 整日逃跑呢 她跑不掉呢 那若是她还有别的样子 那若是她还有别的样子 你知道之后 你直到之后 没准还会受伤呢 没准还会受伤呢 身为一个世子 我觉得我应该负起我应有的担当 我决定了 我要娶她 什么 这样不行 相公 你看 表妹她虽然是杀手组织的人 但她其实就是组织的杀人工具 对吧 继续 继续 这么简单的道理 连我都知道更何况是相公啊 所以说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表妹她肯定也知道啊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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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继续 这个重要吗 这个很重要 你设想一下 表妹 她从小就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在冰天雪地中 她的肚子饿得孤孤乱叫 停 你到底要说什么 好 我其实就是想说 表妹她是一个真实的人 她有恋爱的权利 她就是一个杀爽 可是我看到了表妹的善良 虽然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真的觉得她不是一个坏人 不过世子现在已经有了被杀的可能性 这样下去很可能咱们三个人都会死在表妹的手上 所以必须拆散两人 让世子恢复绝对防御 而你我 依然要保持形影不理 不行 虽然现在已经满足我杀人的条件 她是独身医人 不过怎么有种强烈的感觉 确实会被她拿下 这一刻你我的独处 你那坚定的眼神 倔强的嘴唇 雀跃的发丝 叫我不愿错过能与你相处的每一分 每一秒 昨晚的事只是误会 你非要纠缠我吗 你看看这是什么 怎么就没给你出死了 这是爱的印记 只有我爱的人 才能伤我最深 你什么意思啊 我师父跟我说 如果哪天有一个人能破我的功 那这个人 就是我万中无一的命中注定之人 我取定你了 难道 她来真的 我看到了表妹的羞涩 作为女人 唯有把握可以感化她 让她倒戈到我们的阵营来 怎么感化 通过她跟世子的情感来感化 为什么你有这么大的把握 因为 我本没有把握的 但是自从进了这王府 遇到了你以后我才知道 什么是缘分 什么是心动 什么是想念 也许你还没有感觉 但是你也变了 变得有了一丝温度 变得越来越温柔可爱 就连你这样一个无药可救的人 都能被感化 那表妹 又有什么不能被感化的呢 因为什么 你在发什么胆 因为 因为你 因为我 因为 我 不要再说了 我 必须拆散他们 因为你和我 你和我确实是假夫妻 不过 不是什么人都能成为假夫妻的 世子和表妹就不能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想叫她们成为假夫妻 你这样杀手组织就会认为表妹和你一样 倒过到了我们这边 对吧 不对 对 记住 你是六王爷的王妃 你叫文文文 你的身份是假的 我们也是假夫妻 你的一切都是假的 别忘了你的任务 引出杀手组织的幕后黑手 然后一网打尽 还有 听从指挥 我看你是忘了 竟敢说出敢话这个社会根本不存在的词汇 我看你 什么情况 不知道啊 问他呀 问什么啊 众透between 这脸可有受伤 不必担心 四三二一 四三二一 这两个人如此的般配 是不是所谓的感化 也并非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我宣布个事 我与亮亮就要定亲了 这是多么伟大的一刻 是多么感天动地的爱情啊 我怎么就没看到 看到什么伟大 更别说感天动地了 你就像是一个被玩耍的玩偶 别人越是玩弄 你就越是高兴 世子表妹 我敬你们 祝你们白头偕老 永结同心 谢谢表姐的祝福 我想我们 我们当然会白头偕老 永结同心 亮亮 我会永远支持你的 我会永远支持你的 是啊 琪琪 来 我们俩喝一个浇杯酒 非美药 我看你是忌妒我和亮亮吧 你俩虽已成亲 却更加让我感觉 你俩是在逢场作戏 你的眼神 就如同冰冷的石头一般 与我对表妹的热情似火相比 你简直是冷若冰霜 真是苦了嫂嫂 你所谓的热情似火 你怎么证明 这又何难 对吧 凉凉 不过要证明也是你们俩先证明 毕竟你们已经成亲了 干你了 我阿姨有事 先走了 还不行 你看 我怎么说的来着 再一次证明了我的命中注定 看到没 亮亮 等等我 亮亮 亮亮 来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 越来越看不懂你 我们共同拥有的 难道只剩距离 不怕再多风和雨